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林丹的老乡 年龄相差两岁 算是同一批球员 不同的是 单神年少得志 蔚兰则是苦苦挣扎 代表过福建队 短暂转回过四川队 进过国二队 在激烈竞争的内地 没能出人头地 23岁之前 基本连国际比赛都没有参加过 作为一个差不多的职业运动员 本应该带着差不多的遗憾 在差不多的24-5岁就差不多退役了 蔚兰没有差不多 他内心的那屯火焰还在熊熊燃烧 23岁那年 抓住了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 转头港队 延续职业生涯 在多年后的采访中 蔚兰曾经谈起这次转折 如果要放弃 我十年前就放弃了 但我的人生信条就是不要放弃 来到港队也并非一帆风顺 第一个坎就是要当够三年陪练才具备代表港队打国际赛的资格 为了自己的羽球梦想 不甘心的蔚兰 甘心的在港队默默无闻魔力三年 2010年 已经26岁的蔚兰开始征战国际赛场 现在小级别赛事找了找国际球星的感觉 2014年 30岁的蔚兰迎来职业生涯突破 拿到了一枚含金量很高的亚运会蓝丹铜牌 谈及这段往事 蔚兰感慨到 坚持这么多年 这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是一个认可 你很难想象一个可能之前都没参加过这种高级别比赛的球手 能够最终站上领奖台是种什么感觉 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种感觉 是不是感觉差不多了 国际赛也打了 奖牌也拿了 年龄也30了 差不多的精彩才刚刚开始 2015年丹麦公开赛 31岁的蔚兰在国际赛场第二次遇到了羽坛二爷李中伟 就在大家还没回过蔚兰的时候 蔚兰2比0干净利落直下两局 拉二爷下马 这场比赛非常精彩 堪称神仙局 在后来的一次采访中 蔚兰本人谈起了这次历史性的胜利 蔚兰谈打李中伟的心得 一 对李中伟的定位 李中伟是一个综合能力很强 没有明显漏洞的一流球手 要进攻有进攻 要防守有防守 要控制有控制 要体能有体的 各方面都是一流的没有明显的漏洞 二 李中伟的两个漏洞 蔚兰话中有话 没有明显的漏洞 那就是还有一点漏洞咯 这里蔚兰没有明说 师兄自己的体会主要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防守的漏洞 李中伟绝对称得上一个防守大使 但这个防守有一个前提 就是他整体节奏比对手快 把对手笼罩在自己的节奏里 在防守中有选择和变化的余地 蔚兰则是少有的能通过强攻 真正快过李中伟防守的球员 蔚兰身高1米90 身材高大 体格健壮 发力凶猛 招牌式的霸王杀 经常能一招必敌 我们要注意 蔚大侠杀球的三个特点 一 速度快 要么伟格几乎刚刚升拍 刚刚降重心球就砸下来了 来不及借力 要么再快一点 直接快过伟格升拍拦截的速度 二 四 杀球落点非常边 我们来看这两个案例对比 同样是杀伟格主要 速度也差不多 前一个案例靠近边线 正好在伟格降重心 升拍直接能捞到的范围内 后一个案例贴近边线 正好在伟格降重心 直接升拍差一点的位置 也就是说除了降重心 升拍还需要往外飞出去五公分 才能接到 注意 多做一个动作步骤 对伟格并不难 难得是时间 多一个步骤就得多花一点时间 蔚蓝的球是在高速运动中的 留给了你降重心和升拍的时间 就没有多留给你飞出去的时间 三 是杀球落点非常深 这可能是球有意想不到的一点 蔚蓝很多杀死伟格的球 并不是他速度最快 最靠近边线的杀球 但落点非常深 甚至有点靠伟格的生前 道理很简单 正因为伟格忌惮威蓝的杀球 所以站位靠后 蔚蓝的这种深杀 需要伟格急降重心 几乎贴地去捞 这个降重心的过程 同样是需要花时间的 而且往往这种球 意识上准备是靠后的 球来了还需要一个临时反应 去校正落点 总结 蔚蓝这场球状态非常好 从头到尾进攻都能保持高度的专注 很多杀球几乎同时满足这三个特点 不但通过杀球打出了自己的气势 拿了分 还间接限制了伟格的进攻 打击了伟格的信心 从身体到心理 双向发挥击溃对手 第二个漏洞 抓伟格的往前习惯球入 伟格往前技术以细力著称 面对蔚蓝后场杀球的强力压迫 伟格势必会增强往前的争夺 这一点 蔚蓝也做好了充分应对的准备 积极抓伟格的回放 蔚蓝抓得欢 同样是斗往前 伟格却没有抓多少次蔚蓝 可以说这场比赛 后场和前场的发挥 蔚蓝都是占优的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送给喜欢蔚蓝和伟格的球手 手持斩轨刀 勇闯江湖路 坚持加努力 给自己一个交代 完成所有的不甘心 今天的话题就是聊一聊 你心目中的未打下 台湾 台湾 立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